雄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死亡41傷 那您看到現場最新的畫面是一一曝光 消防隊人員在下午的時候再度前往火場勘察 然後他們就出現了這一幕燒到焦黑 一樓的穿堂停放了57輛的機車 其實你看現在這些機車通通都被燒成了骨架 那你看初步研判火是當時從機車開始燒起來 然後又燒到手扶梯 燒到樓梯 燒到電梯 不斷的垂直往上竄燒 最後死傷非常慘重 被火車燒過之後 住戶回到城中城搬家檔 用手機拍下錯目驚心的景象 牆面吊漆斑駁 猶如廢墟 樓梯間一片黑 屋內滿部煙城 陳設雜亂 無情火帶走46條人命 還有41位住戶因而受傷 最主要是樓下對不對 樓下停那個機車 都是大 那個住戶的機車都停在樓下 所以才會這麼嚴重 附近住戶驚爆火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關鍵 監視人員進入火場勘查 赫然發現一樓穿堂停放50多輛機車 已被燒成骨架 初步研判 14號凌晨一樓起火後 火焰燃燒到穿堂的機車 機車內的汽油機油以及坐墊的乳膠都是易燃物 造成火是瞬間吞沒一樓 在一樓穿堂旁邊 有一座可以通往五樓的電幅梯 大火循著電幅梯逐層向上延燒 導致二樓到五樓也陷入火海 加上電梯外門腐蝕 僅以木板局部區隔 其中一座還沒有電梯門 因此讓一樓的火焰及濃煙 從電梯井垂直串升到11樓 各樓層樓梯間也缺乏安全門 無法阻擋火焰向上蔓延 濃煙也因此從六樓侵入到11樓 這個電幅梯兩邊開始燒 藉由這些管道間 這電梯管道間樓梯 起火後火是延燒到機車迅速擴散 火焰再從電幅梯樓梯間電梯通道往上竄 垂直煙流奪命 最終釀成重大傷亡 記者許成文 劉慶文 高雄報導